AO聊世紀 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AO 今天來看薩拉森人對上印加人 這場比賽是 紅牛統治杯的比賽 OK 昨天的影片呢 我拍好紅牛杯 早上 一路完就去睡了 結果發現好像我家跳電 所以沒網路 所以上傳到一半就卡了 所以昨天的影片沒有更新到 非常抱歉 那我今天在傳影片的時候才發現 全部卡爛了 我還把這件事情發在我們的Discord上面 跟大家分享這件讓我覺得 很痛的事情 好 我們這邊看到印加 Hera 這邊要來告示了 這邊天才少年呢 是來自 奧地利嗎 應該是奧地利 那他選擇的文明是薩拉森 薩拉森的特性是他的 打法是比較 偏向於走這個 全能型的路線 但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好 我們來看一下蓋這個箭塔 那薩拉森人呢他的步工兵 在這場對決來說可能會比較有用一點 因為他的步工兵對於 建築物的傷害增傷非常多 好 印加人這邊插箭塔 而且還有石料減免 印加人打了一個槍矛戰術 槍矛戰術的優點 是騷擾能力很強 而且印加人的 軍事單位的肉量 消耗也會比較少 所以這裡打槍矛戰術 是非常適合印加人這邊的 戰術選擇 好 工兵出來 直接被毛兵對死一隻 哇 這個槍兵還在錯 印加人 沒有收村進去箭塔裡面 選擇在外面打架 這裡薩拉森人要來直接手勢 結果被拿下了兩村 薩拉森人被迫打架 打到頭破血流 這一波打起來很虧 少年這邊出了一堆肉馬 但是暫時沒有辦法獲得很好的軍事優勢 肉馬上前直接把槍兵直接砍爛 這一波 Hera稍微拉了一下槍兵回頭 開始砍村民 但是村民這邊也是被肉馬直接反擊回去 這一波打起來 Hera是有點賺的 山村拿下了 工兵這時候過來有點為死一晚 但是還是得繼續追擊 至少哪個一村才行 結果後面又有更多Hera的毛病過來 這一波少年 只拿下Hera一村啊 吐了 好這裡還在打 我看少年開局就血崩 機率是很高的 好這裡再死 哇開局死六村了 少年這樣還能打嗎 但是還好Hera這邊為了按毛病跟槍兵 按到自己斷村 但都投獲血流 TC IDLE 這個承認中心的閒置啊 來到了1分31秒 優勢並沒有進一步的非常擴大 有點可惜有點可惜 好肉馬看到毛病沒有槍兵防守 趕快拉肉馬過來扁 好回頭 先把槍兵解決 哎呦這個毛病高打滴 直接射掉了一隻工兵 這一波肉馬還在輸出 還在輸出 無情輸出當中 Hera這邊好像還想要再補劍塔 但這邊的村民血量有夠慘 這是能再繼續蓋的嗎 要想一下要想一下 這這這裏 好工兵過來 先射掉毛病 那村民再拉過來 這裡村民的血量很殘喔 再繼續蓋下去 情況可能會有變喔 好工兵直接倒了三隻 這裡毛病高打滴 秒殺工兵的速度非常快速 少年這邊控工兵 一直想要控掉這些槍兵 但是槍兵直接 戳掉了少年所有的肉馬 OK這一波槍兵過來 再把村民打出來趕快修 好後面毛病繼續投 但是傷害不高 這裡還是得靠劍塔 才能打出沉盾的傷害 Hera這一波村民開始要我死傷了 四隻村民殘血 不打了嗎 是我就撤了 但是她是世界冠軍Hera 世界冠軍Hera 她會繼續插嗎 看起來一臉就是我 就是我就是想插 哎呀又再繼續插一個 被拆掉一根劍塔 我再繼續插一個新的劍塔 槍矛戰術加上劍塔 就是這麼的噁心 OK 沙拉車人被弄到生物法治裡 我們可以看一下 沙拉車人這邊買賣現在價格如何 現在食物買的話要118塊 其實挖黃金去做買賣 是一個很不錯的交換 但是呢這張地圖的黃金喔 其實沒有到很多 只有2萬3左右 就跟一個阿拉伯正常地圖 差不多 但是這個地圖呢 就很像索克克拉島 所以這個黃金位置是滿臨散的 所以家裡的金挖完 要到野外去挖進 是比較困難的一件事情 好這裡工兵出來直接射到了一隻村民 結果這邊工兵被抓掉了一隻 這個是有彈道學是不是 怎麼是這麼準 沙拉的劍塔好準好準 這裡繼續想要手撕這個馬修 村民打建築物有額外增上的效果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血量掉的其實很快的 OK馬修這裡順利拆掉了 好再補一根劍塔 繼續補 直接補一個連環塔 這裡肉馬走到後方 想要給對手加利 Hera直接又被抓掉了一村 其實兩邊 聰明樹是有來有往的 並不是少年單方面的埃打 哇 少年這一波 雖然有點虧 但是至少聰明樹是差不多的 Hera這邊順利點下了城堡時代 少年這邊利用 薩拉斯的買賣優勢 開始進行了大量買賣 這根劍塔決定不插 想說這根插了好像沒什麼意義 因為這根劍塔插下去 控不到任何的資源點 好那現在Hera 在家裡 那少年就可以拉村民過來 直接把這個劍塔拆掉了 好在這邊在採集資源當中 賣個石頭 買了一百食物 OK 點下了城堡時代 現在兩邊 終於要來到城堡時代了 這張地圖 通常都可以打得很快 往往很早起 就可以分出勝負了 正常來說 Hera剛剛那一招槍毛前壓 配這個劍塔 要14C版人的話 這個應該早就一波帶走了 但是少年居然扛下來了 而且村民樹居然還跟Hera差不多 這是比較驚艷的事情 好 封兵拿下 槍兵 封兵在後面 瘋狂輸出 這一波一定要再撞個幾村 槍兵還在過來 OK 被射到了一下 村民有時間 收進去 哇 這一波Hera還是有點虧 被抓了幾村 有點傷啊 好 薩拉三人點下了一擊伐木 這時候才點 經濟已經被拉開了 Hera這邊經濟已經領先了 快要1000資源了 至少800資源左右了 好 那現在印加人點下老鷹的升級 老鷹點下去了 好 防兵繼續往後拉 槍兵戳 戳到了 好 那現在這根劍塔 居然沒有找時間過來解掉 應該就難解了 Hera的老鷹已經 去世代發 等有劍塔 你確定嗎 好 這波肉馬被圍剿 直接被圍剿 被滅掉了 這坨毛病走進來 後面的老鷹 直接硬上 抓村民很痛 城堡時代的老鷹傷害 直接變身 變成7點傷害 跟一隻新奇病的傷害是一樣的 好 這一波直接蓋寶 想要直接蓋農曆兵出來 還是要蓋城堡防守而已 但這邊要扛著毛病的傷害了 這個城堡 趕快蓋趕快蓋 不然家裡要守不住了 老鷹帶會陸陸續續的一直飛進來 但是聰明也盡量不要死 殘血的聰明就收進去 放血多的聰明出來修 應該是出來蓋城堡 老鷹繼續飛了 這個真的沒有這根城堡 真的扛不住 會被秒殺 殺傷了很清楚 印加倫的老鷹爆非常麻煩 主要是有這個折扣上的優勢 好 開始按奴隸兵了 奴隸兵是算是吸力果裡面 數一數二貴的這個單位了 如果你不看投石車或波斯戰象的話 他以 騎兵 單純這個騎兵路線來看奴隸兵來說 是非常非常貴的一個選擇 好 那奴隸兵是對於打這個騎兵 是有外增上效果 打老鷹 就是有點普普通通了 但是薩拉斯人又沒有騎士的升級 但是在城堡時代還是 可能還是得多按一些騎士才行 我覺得奴隸兵他的攻擊速度還是太慢了 跟老鷹對打 沒有辦法即時處理掉 這些老鷹是有點麻煩的 哇 HERA這一波直接爽賺 大概快要賺了10村有了 這一波衝進去 賺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薩拉斯人家裡現在一片狼藉 36對47村 村民差距已經拉開了 經濟也拉到2300支援 好 印加人這邊就繼續報老鷹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對於這些騎士跟奴隸兵 很簡單 出生旅就能搞定 所以HERA要來開始打出自己的血球了 那這裡要不要補TC呢 還是要先撿個聖物 好 老鷹這邊繼續追 好 奴隸兵的優點 他有射程優勢 所以可以拉打 這個對於 跟提示相比起來 奴隸兵這個優點就很好 好 他的優點 就是 有射程 缺點 就是價格貴 奴隸兵 好 這邊為了按奴隸兵 按到村民沒有辦法按喔 尷尬了 TC閒置有點久了 少年 還為了點前程繼續斷肉 哇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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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要需要一些抗招搶的效果 才比較不容易被招走 這可以一直延續自己騷擾的能力 這想法固然不錯 但是要怎麼阻止對方的僧侶招搶 依舊是一個一大問題 好 老鷹一直有跟上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放到了右邊 大聲人繼續是按了 呃 努力兵 唉呦 這一波又揍進來 欸這波老鷹在發呆 漂亮了 這波有點小賺 我又抓了一村 漂亮 現在HERA一直抓到 村民 好結果過來 直接被招翔 往後拉走 這一波 HERA是完全 有優勢的狀態 老鷹繼續飛進來 這一波又要抓到村民 死傷有點多 少年這裡最大的問題就是 沒有把家給圍死啊 這樣地圖本來就不好圍 本來就不好圍 完蛋了 家裡直接被衝爆 HERA選擇這個文明選擇實在是太好了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 選擇文明的優勢嗎 哇這一波又再進去 吐了 少年 欸HERA怎麼走出來了 欸欸走進去又走出來 這這這這 這是失誤嗎 好 但是生鯉魚直接爆掉兩隻 這一波是失誤 也不算失誤 好看到這個洞 想要再進去 哇這次這個洞被堵起來了 接不去了 尷尬尷尬 好這一波生鯉魚 繼續走 這次拉了工兵過來 這裡想要開TC 但是工兵已經過來站崗 好看到工兵之後往後拉 沒有打算要去蓋TC了 OK這裡又要被招了 再按一下 哇有前程還是有差的喔 OK工兵走過來 點射 點掉一隻 第二隻 生鯉 沒有辦法 哇被招響掉 蘿莉兵回頭解決叛徒 這個中初叛徒有點麻煩 需要花點時間 OK搞定了搞定了 這一波老鷹也都拿下了 好這裡遭牆 好大學射箭長開始補了 英家人這邊是決定要走工兵路線了 很明顯很明顯 老鷹不打了 我不打老鷹了啾啾 那現在殺他這裡點下了0鎧 騎士要繼續出的意思 那確實工兵是比較好打奴隸兵的單位了 好奴隸兵過來 好打第一 哇這個拉打有點麻煩 又被招響掉了一隻 要去抓僧侶嗎 抓 目標還是騷擾敵人家裡 載村 兩村 三村 四村 黑老子村民宿有所下降 但是還好 自己呢 是有3TC的 而且農田現在是夠穩 哇 下第4個TC了 載村呢 則是一個城鎮中心都沒有補 因為這邊已經前期被打爛了 這裡再不打兇點 就更沒有未來了 人家已經開農起來了 在後面再補TC 往往是會農輸對手 就是一個慢性自殺而已 好 印加人這邊點下了彈道學二級射 後面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奴隸兵14隻 過來 先點僧侶 但是後面有兩個 完蛋這個被招了嗎 哎呀沒有被招響 但是招響還沒有斷喔 要是這些老鷹可以爭取一些時間 讓僧侶再多嗡一下 就可以獲得兩隻奴隸兵 完蛋就直接被這個飛刀給丟爛了 奴隸兵有點強 還在走 這個招響還沒有斷 好結果回頭看到 這一波要找到了 一隻 兩隻 沒問題 兩隻奴隸兵就中出了叛徒 好 這裏 老鷹 繼續拉打 但是經濟已經炸開了 這裏想要來蓋寶 但是其實根本打不贏正面 你要怎麼蓋寶少年 吐了 少年走了出門之後又回頭了 好 那我是覺得 即使這個寶蓋成功 少年應該是 走遠了 那個聰明差距越拉越大了 HERA的優勢 會一直成指數型的增長 支援量已經快要領先8000了 加拉森 少年 你有什麼策略 這個水球滾得太快了 HERA 這波老鷹加生女工兵 怎麼擋 這是個好問題 來 母子環點一下 回家 讓奴隸兵補一下血量 但是這個血量 應該是來不及補完 對方又要來了 HERA的進攻應該是不會斷掉的 好 家裡沒有補TC 好 這一波努力兵走進來 又抓掉了一村 好 這時候HERA看到 趕快拉兵過來防守 但是往下拉的話 正面就有兵會過來 菜刀姐就下 嗚 這波 要小心 會有個假吉 但是少年沒有打算要做假吉 剛剛想說會不會假起來 看起來是不會 少年有沒有足夠多的勇氣 所以直接夾一波,原來這一波夾起來沒有成功就要投了 少年還想要再繼續嘗試看能不能拿下更多的優勢 但是我覺得是有點困難 Hera這邊賭下了城堡 畢竟我們這邊是上帝視角 所以呢 會覺得少年非常沒有機會 但是少年的視角來看 我們來看 對方補救過是一坨工兵而已 這一坨工兵看起來我還能打 我還能打 好來包掉這坨老鷹 沒問題 包掉這坨工兵應該是沒問題 但問題是好像包不贏 結果來蓋寶還打不贏工兵 吐了 這波Hera拉打非常漂亮 一隻一隻的把奴隸兵給射倒 你直接扛在人家城堡聖城上面奴隸兵怎麼可能打得贏呢 工兵直接射倒兩隻僧侶 Hera這一波的工兵射得非常漂亮 直接射穿了殺生最後的防線 最後連城堡也將蓋不起來 帝王時代也補下了 努力兵努力的反擊 但是依舊沒有辦法阻止這一波 老鷹飛過來 城堡蓋在99.32 少年應該要打出GG了 心態炸裂 沒有問題 我們恭喜少年拿下比賽的勝利 這應該是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講反了 少年這邊是最後 最後這跟城堡 是鴨島駱駝最後一根稻草 只能說Hera這邊的文明選擇跟策略 是選擇是真的好 印加戰士很適動開放式地圖 像是阿拉伯 這種打架型地圖 印加人一直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文明的部分 還有這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Hera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後面還拿到了四個勝物 經濟是一路遙遙裡先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知道大家喜歡等個影片 簽訂閱